多少要讓大家申請多少 應該有一個規劃 現在還沒 現在才是展開調查而已 你現在還沒 我跟你說 你就像一個月已經可以定義 要來申請了 因為是整個城市 所以沒這麼快 對啊 那整個城市你可以申請的 這只有兩雙城 就兩個區嘛 中西區跟安平區而已嘛 對啊 算是我 普羅明就成跟蘭就成 你現在你所謂的總量管制 你自己心裡應該有一個譜嘛 你可以申請多少 我現在是在跟你請教說 你已經準備好了嗎 你的一些法令法規已經準備好了嗎 在深社的部分 我們現在正在準備 1月1號會準時 那你要趕快啊 你還沒有準備好 你剩下一個多月而已嘛 跟議員報告 總量管制的部分不會這麼快 我現在跟你說 因為很多政府單位 有些鄉親要來申請一些案件 有些客長會通 主辦的不通 就在法令法規的角度下 看法不一樣 我跟你說 因為這個是新的 新的一個申請的案子 我們不希望安平區的鄉親們來給你申請 案件的時候 讓人覺得你是一樣貼難 不會 我們所有的資訊都公開透明 而且有一個共同的平台來做輔導 我現在是提醒你 你不要讓我們安平區的鄉親們 來申請的時候 感覺到你們政府單位是在刁難我們 不會 我們全力輔導 但是他們也要遵守現在既有的規範 有啦 我跟你說 你如果規範就訂得更新的 我相信 你埔導他們為合法化 我相信大家都很愛 是 好 你請坐 謝謝 那就是市長 過去我一直在提醒你 台南市的東方明珠就是漁光島 那日光澤到至今 這六年來我本市一直在歡迎 包括他的跨港大橋 到現在他的進度呢 你這樣不可以簡單說一下嗎 好 這個 跨港大橋 我們這次在行政宜林傳議長集集的民 西濱61已經跨鄭文西大橋 這個已經要做了 我們現在要用 要做是什麼時候要做啦 之前我們當個工要做 到現在還沒有 都沒有看到任何的那個動 沒有 他因為他有要一定的設計時間嘛 沒有 你設計你也要有時間性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至少要有一個時間性嘛 我們大概六年內完成了 就是從現在開始六年內完成嗎 六年內完成 跨鄭文西大橋 你至少要有一個時間性 讓我們不要老是在那邊期待嘛 因為這是 我說的是 跨十文多橋 跨十文多橋 我現在要跟你說明這點 因為過去中央沒有負責的局處 我們現在要用西濱61號的延伸 來拿給中央進出 給高東坡進出 像你所說的 現在八字都還沒有一撇啊 不是八字都還沒有一撇 對 因為我們在市政府的部分 這個我們已經完成 但實際上 沒有中央跟我們協助 我覺得你們很不認真 你知道嗎 這條跨港大橋 你看這幾年來我本席一直在說 現在已經第六年了 你到現在都還沒有都準備 完全都 都沒有準備好 中央要請給你們 我們不知道到底要多少 你現在要花多少 那經費龐大 經費龐大是多少 至少你現在如果你 你現在還說 我們台南市政府已經整個設計好 差不多可以 操花多少也應該知道 你現在還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現在是這樣 要看我們要印尊外觀的 傳媒外觀的求可以通過 你如果說 要希望未來求做的之後 那個準好可以通過 所以就要做很高 所以這跟經費有關係 不管你做高好多也好 最基本你要一個草案出來 沒有錯這個我們 這幾年來你 我們一直在講說 台南尤其安平 這幾年完全建設都停頓 這條跨港大橋是 未來對地方的觀光 非常的有幫助的 大家要給最努力 我相信這條條 如果做好對你的政績 也是相當有幫助的 我們一直都在 對不對 我們一直都在爭取 問了還是問了還是回答不出來 我們要知道 因為這個 單獨庫台南市政府沒辦法 沒有要好幾十億 我知道經費是來自中央 這幾年來你們有認真去爭取 我們有認真爭取 對不對 不要說很多 你包括漁光島 漁光島你最基本的 完全沒有開發沒有關係 你去年我本社有跟你問 你說漁光島要用一個什麼 藝術季 藝術村 你現在最基本的就跳票 沒有跳票 那個魯議員 我剛才的 吳局長和文化局幫你報告一下 我跟你說 我希望 我希望 你們所講的話 是要落實的 不要學白講 這我們一定落實 相當的基本 連 硬體的設備都沒有 你現在好 我們要來用一個說 月牙灣 290萬的福報的同樣 這樣就是要打發所有安民市民嘛 沒有啦 那個人既就我們 我們成為環境的經歷嘛 月牙灣那 這次是無登陸的土地 我們現在成為環境的經歷 我跟你說 這個要通盤檢討 過去 霍天才在任期到末端的時候 他有整體的把那個 漁光島 重新規劃設計 一個 一本藍圖 你都不需要拿起來參加看看 我相信啦 大家外面在說 你跟康點才不會 你 沒有這個問題 有沒有這回事 那是次要啦 我是說外面在說的 也不希望說 這個在這個政策裡面 沒有銜接啊 你看 我所了解 阿 那個康點不知道要做 市長的時候我就做議員了嘛 那個時候 他也預算也編列好了 整本的那個建設藍圖 都已經規劃出來了嘛 想到那個時候 也說要發報 發報一部分就在中華嘛 都沒有啊 公辦重劃 那時候有 有一個部分啊 那個土地是國有財產署 對嘛 國有財產署 你只要在中華 你要怎麼開發嘛 要怎麼蓋到這些外廂 你不會投資嘛 他有土地開發的限制 我告訴你 那個地方 我們只要 我們市政府 我告訴你 市政府有心要去做 當然是 可以去解決的嘛 那保安寧就不可以解決了 保安寧也是一樣嘛 我之前 我們那個秘書長 那個陳美玲嘛 我說你今天要去中庄啊 拜託你們協調一下 幫忙一下 到三天一下 當然是有 有一點困難嘛 陳秘書長是很幫忙我們台南 對不對 當然是有一點困難嘛 只要是你要做到不做而已嘛 還可以 所有的案子都放著不做 像現在啦 我請教一下啦 以我們五期 現在的住戶這麼多啦 現在大樓也都臨利啦 一棟一棟都起起來啦 這幾年齁 這三年齁 申請的 五期的大樓 上街這個 申請二、三十檔啦 住戶是越來越多啦 大家都說我們五期的生活品質很好 所以一直都在地板進來 我們現在五期的還有便宜 連一間便宜就沒有啦 香港的醫院都沒有啦 對不對 那個因為 如果我告訴你 你如果整個一間 我們現在現主持公益的地方還有很多 你可以去規劃一下嘛 一間中型的便宜 像現在要來整個建造好 也要五、六、七年啊 你這樣有沒有想到 那個樓議員 因為齁 五期的那裡來到 各種的便宜 那是紅外科 那是楊永和醫院都很近 另外要開啟一個便宜 要受到 衛福部的限制 這不是 不是說我們要怎麼就怎麼 重點你怎麼想要做 你沒有想要做 我認為那個地方 沒有必要再去蓋一個醫院 沒有必要嗎 人口數現在已經將近要十萬了啦 他那車型差不多十分鐘就好了 我告訴你 這如果發生到 車好也好 或者是老人 需要基金的時候 你知道要經過中西區 中西區 很多都是在搭車 你知道嗎 你如果在救火 差三分鐘五分鐘 一條生命就不好 你知道嗎 一個這年好 這年好 拚一個地方 沒有便宜 大家互相努力嘛 對不對 生活品質 你說要帶動觀光 人家觀光客人 也說希望 如果剛才發生事情 這些自由的便宜 快就要救救 能夠醫療方面 你完全你都沒想到嘛 這幾天來給你建議 你怎麼想 一間 中西區便宜 從規劃到建設好 也要六七年嘛 我再給你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房屋稅 你請教一下 市長你請教一下 那個財政局 我們這個房屋稅 你用一個透視3D的動畫 對不對 男人包 男人包 我知道了 花了多少錢 花多少錢 大概是幾八 八九萬塊這樣子 花八九萬塊就對了 對 你去選賬 說你跟台南市 追溯到15年房屋的稅 是非常合理 這個政策 又非常好的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政策是對的 對的 為什麼 全國只有台南是這樣子 現在台北市也在 沒有啊 哪有台北市 台北市本來要 可是後來他們就 他們八千萬的還是做 沒有啊 他們都沒有啊 八千萬以上的還是做 八千萬以上嘛 那我們有沒有八千萬以上 他也是照著我們 我們有沒有八千萬以上做 不一定 那我們有沒有八千萬以上做 條件不一樣 什麼條件不一樣 我們什麼條件不一樣嘛 你想你所說的 全國只有台南市 房屋 是那個回推到15年的房子 有加稅嘛 我們為什麼不能去學高雄區 高雄區 高雄區是只有一百公三年才有加稅 加二市 那都民進黨的 那也是只有一百公三年加稅 為什麼你說的 政策這麼好 其他的管制都不把我們學 好啊 你那麼多 市長 為什麼 你說的說 我把鄉親放那麼多 這個政策是對的 又為什麼有夠好 為什麼 全國其他的管制 沒有要扼人 為什麼 那個路以外 因為每一個管制的條件不一樣 什麼條件不一樣 但是我們 什麼條件不一樣 是我們比較散還是比較好 還是我們這些鄉親比較好不變 因為他都沒有辦法把我們做到 像我們條幅最低 最晚條 衝擊最小啊 台北市 一百六十一% 我們要把他皮疼 你這個懶人包 3D是在騙人的 你知道嗎 你的衝擊最低 漲幅最低 調漲最晚 你說要打房 你3D怎麼打房 你口口聲聲說要打房 又說你3D呢 3D怎麼打房啊 你要如果要3D 就沒有辦法打房 如果要打房 就沒有辦法 就不能夠3D 難道你不知道這個道理嗎 所以我跟你說 是對 你說一個白策 你要花錢去選桌 我說的那些都是對 我又說一個想知道 難道 我們隔壁高雄氏 花媽做得比你不好嗎 他做得比你不好嗎 你認為他錯了嗎 他沒有跟你一樣是錯了嗎 你可以回答一下 沒有啦 那個高雄市長 高雄市長錯了嗎 沒有當然 他的 市政的成績當然是非常好 沒有啦 但是在房屋稅補分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 按照90年修法之後適用的範圍 我們並沒有適用全體 好來 那高雄市他用103年 你民國90年 這個三年 那個房屋 那個那個房屋 什麼 房屋那個那個 平衡委員會喔 對 三年開一次會嘛 不動產 房屋不動產 平衡委員會 三年開一次會 三年開一次會 民國九十年 那個時候開會 過去就是不要加稅 九十三年 還是不要加稅 九十六年開會還是不要加稅 九十九年 開會不要加稅 一百零二年 開會也不要加稅 可是審計數給你糾正 他們連續糾正三年 審計數糾正你 為什麼你不加稅 為什麼不加稅 就是不調整 為什麼不調整 不加稅 對不對 你沒有回應 你也不理他 現在 那個時候 我們台南市 新租的大樓 百幾檔 如果加稅 都加到這些財團 現在 我有說不對嗎 沒有 其實我有說不對嗎 那個不是我們考慮的 沒有啦 考不考慮 對不對 沒有關係啦 我有說不對嗎 跟那個沒有關係 如果一百零二年加稅的話 是加到這些 所有的財團的稅 身上 結果審計數 糾正你 你也不理他 到了今年 一百零二年 到了今年一百零五年 三年調一次啊 一百零二年 過去 不動產地產委員會 要邀請議員立席 都是要訪問 來訪問去 你一百零五年 你叫什麼 叫一個 你的新婦 叫一個 去參加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一個又要通過 那個也是當時議會推薦的 對嘛 議會推薦的人選 什麼議會推薦 我去問了啊 沒有議會推薦 你今天 你今天做這種事情 對得起台南市民嗎 這個我們都依法行政啊 我知道依法行政 而且要考量他們的衝擊啊 我跟你說 你參加不動 你參加不動 你口口聲聲 你說你為了民主做什麼 做什麼 你有配說這些話嗎 你有 你自己夢中聲說看 我們坦蕩行政啊 什麼坦蕩蕩 像你所說的 那個高雄市的 陳菊就做錯了嘛 我們自己市都不對了嘛 全國其他都不對了嘛 這不是對錯 這不是對錯 這是選擇的問題嗎 這是選擇的問題 對不對啦 齁 我就說過 你一百零五年 你就可以 所以 把所有一百 在九十年 九十三年 九十六年 所有的開會 這決議 打掉 這是什麼指定 所以羅議員 你的意見就是 不應該調 還是怎樣 不應該什麼 就是防護稅 你認為不應該調就對了 調不應該調 我告訴你 不應該回推十五年 阿這評議委員會 大家做了決定啊 阿評議委員會 你叫一個 叫一個 你的親父嘛 魯美齊嘛 更大聲的魯美齊嘛 李退資嘛 不是只有這兩個人 對不對 評議委員會 總共有多少人 運作 這兩個是代表議員嘛 你自己講的 我告訴你 你把所有九十年 九十三年 九十六年的開會 你會 沒有啊 我們有那個 算那個房屋的 的那個 折舊欸 什麼折舊 我們都有算房屋的折舊 自用住宅有優惠 非自用住宅 還有看他的這個 屋齡有折舊 我跟你講 沒關係 這本來都是按照法律的規定 你民進黨 到目前我 好多的法家灣啊 我希望 你希望你這個 好的法家灣 回到回來 這個加稅的部分 是明年五月才開始加 我希望 剛才到明年五月 還有六個月的時間 我在這裡代表台灣 台南市民 跟你拜託一下 法家灣一下 讓台南市民 好過一點好不好 你為到 個人 個人 未來 要去中央 統籌分配館 不夠 預算 你稅收不夠 你 找這麼辛苦的人欠 這不是事實喔 我這幾年來 我還還債 過去 台南市民 站在旁邊 美國還沒有領力 沒有獲勝 這個是法律規定 我們台南市要推動公共建設 一定要有經費 棄片台南市民 棄片到很多人已經沒辦法接受了 你再來就是說 之前 我們的南花站 南花站 你知道了嗎 我知道啊 之前 就在貨幣區 貨幣區你 原則上你就是一直要 要刷去到南方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農業局評估之後 我認為這樣可以創造雙營 我認為農業局很厲害 農業局 南花園區近年半十天的花工 355天放在那裡營 對南花園區也好 對後面區也好 不好 所以他們建議 應該要把園區OT出去 讓青山來經營 365天到外面發電 那這樣必須要 把這個藍店 三八位去 盡情 盡情你的理由是 因為 那裡停車的問題 我所料感你如果告告 那個 撞下去對不對 兩個理由 這個理由是 荷禄東地發電 另外就是 你實在做不對 你六年前你做市場 你就知道說 藍貝電 那個遊客 以及 蘭花的那個 很多 幾天都勇俊好多好多的 那個廠商 以前的部分 已經飽和 這個時候 六年前你就要去處理啦 結果你沒處理 你現在用這個市場 因為他的藍園航空是在設計性善 不是在扮電腦 你現在用農業局的專業 說要刷回來的林鄭 議會開會 大蘇議員 台南市有五十四席 超過四十五席的議員 要求你從林鄭要刷回來 後面的區 你一定都沒來 路議員 你一直都沒來 路議員你如果算主持人議員 你用的是附帶決議 什麼決議 你是向台南市政府做建議 後來 附帶決議就是 你要給我聽毛病 另外站在憲法 行政跟立法 是非常尊重的 我跟你說 我是很尊重的 你是看不去台南市議會 我現在要跟你說的 重點 你今天議會 國議你也沒要準手 民間跟你說 你也沒要準手 你也沒要聽 你現在後來 睡一次 現在認得 人發展要刷回去到後面的區 你一天說 跟 創業會議員跟 王家政議員說什麼 你再說一次 那就是政治法 這個 本來這是一個 專業的問題 變成政治法 要選立委的人 要來控制 要選市長的人 要來控制 都說一些 這控制有效 你跟我講一下 你現在跟我講一下 不是說控制有效 你現在說一下 因為我是怕 你來 我現在要求你回答 我現在要跟你回答 我現在要跟你回答嗎 你不是 你跟我講 我現在跟你問 這有關的 民生問題 你的動向 我怎麼去了解 什麼人 要選立委 什麼人要選市長 告訴你就知道 我不知道 告訴你 我不知道 你扶責任 我扶責任 對 我現在跟你請教 要求你回答 到底是 當一個選市長 他控制有效 沒有啦 他就 報紙也被嚇過了 我又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 你跟我講 我剛才說 我還要知道 有時候 會提供資料 你可以去看報紙 我現在要求你回答 給所有大人市民 知道 因為這有關心的民生問題 你的動向 我們要了解 我直接要求你回答 什麼人要選 我要求你回答 你不要說開 市長 你不要說開 你現在又問我 當一個是要選市長 當一個選立委 他們去抗議有效 你掛回答就好 不是說他們來抗議有效 我是沒有願意說這個 人生的議題 因為你抗議 所以你南會電 耍回來嘛 我今天代表市民在這裡給你感動 我是很負責任 是 要求你回答 你也要負責任 說出 你過期 你講的話 你現在要回答 是倒一個 你所說的說 有人要選立委 有人要選市長 所以 他們抗議嘛 用政治的 角度指定嘛 啊我要向他請教 要求你回答 什麼人要選立委 什麼人要選市長 這個報紙都報過 沒有啦 我不知道啦 我就要求你現在回答嘛 你不要跟我說開嘛 你做議員 你說這樣 你就跟我們鄉親 議員 我跟你說 好 我的政治都騙人的啦 我沒有要再說 我都沒有要再說 過信仁議員 負責任 我過期說的事都嫁 你不要再跟我們問啊 這樣好 我不要跟你問 我不要跟你問 你也可以跟我回答這樣啊 議員你不要跟我問 我說這些說話都嫁 我也沒有跟你回答 這樣好 我不會跟你要求 今天 如果說 我在議長上 說有人要選立委 有人要選市長 這是你說的嗎 對啦 我說的 沒錯 如果 主要證明 站在台上的人 沒有人選立委 沒有人選市長 我可以扶政 你現在還說開 你現在還說開 我跟你說 我就不知道 哪個有效啊 你做議員做那麼多 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跟你說 不會錯話啊 你每天就對啦 你說這樣 我一直要跟你問 哪個有效嘛 我要拜託他來市政府 跟你說給你聽嘛 說 房屋水 不能追溯 十五年嘛 這不是說 什麼人 我現在跟你問嘛 你如果沒有你跟我回答 議員 我不要跟你回答 你我問這個 我沒辦法跟你 因為我真正說 都是假的啦 房屋水跟蘭火電 這是不一樣的事情 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房屋水 這是 依法 依法 辦理 蘭火電要在哪裡 對辦 這是選得的問題 我跟你說 一個外公 要在哪裡辦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今天農業教育的幾位 你這樣對後面副比較好 你現在齁 都法律 法令 你請坐 我請坐 你現在啦 你現在啦 要秤的 你都選得成的 選得成的 那個法律 我要採用的啦 這個法律對我有幫助 這個法令對我有幫助 我就跟你說 這要這麼法令走 這個法律法令應用到我 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這跟法律法令無關的 羅議員 我跟你說 別說開 別說開 你別說開 我現在跟你要求說 到底 這個選 要選立委 跟選 市長 這個 是什麼人 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你中情 一二十年來 尤其這六年來 我做以往 你給你歡迎什麼的時候 很正面的時候 你也聽不懂 所以我感覺 你對這兩個 有 要說得不好聽說 很順調 說得好聽說很順調 說得不好聽說怕人 所以我現在要問 這兩個 到底是什麼人 我現在想我再說一遍 因為你一直都說 這用政治 這不是怕什麼人的問題 對啦 好 不怕什麼 政典嘛 我跟你講 你不把專業放在頭前 你把政治放在頭前 代表什麼 現在就是政治影響就有專業 對啊 所以我為了要為了專業 啊你齁 你說一個政治可以影響專業的人 不怪 你都以政治考量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轉業 轉業是什麼 轉業是為了我們的市民 我們的鄉親 為福祉 那是啦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哪是政典 是為了個人 為福祉 對不對 這不是為個人 沒有什麼 不是為個人 我如果為個人 我幫我錢 我不用拚了吧 這樣你可以回回來 我是為了這個都市 羅議員 這樣你回回來 你發一萬 你拜託一下 對啊 拜託我代表台南市民 給你拜託好不好 我為了這些土地的發展 一般好主要給你拜託 這麼好 我為了土地的發展 給你拜託這麼好 我負責人做這個空間 給你拜託這麼好 你拜託這麼好 你要吸水 其他的管器 都是獨一百零三年 我們今年一百零五年 我就是一個阿蘇米給你 我們不要獨一百零五年 我們獨一百零三年開始加水 你給我拜託一下 你就說你很賺錢 很賺錢 很賺錢 你也沒差 去這十一萬五十五 我們就有說不對嗎 我相信 你十幾年來 台南市鄉親 我對你多好 我們就 這個發展 對你是真的 很大的傷害嗎 我沒感覺 因為你 像這段時間 你去新北市台北市拜拜 一些沒有禮拜 我也沒跟你說 當然 你的志向 不是在台南市 我也沒沒關係 我也跟你祝福 你可以越高 對台南市民是越好 因為為什麼 我相信你這二十多年來 對台南市也有感情 那是嗎 這個聰明 大家不是不要聰明 要公平 公平就是 其他館市如今 如果是一樣的聰明 我聰明 你所說的 公平正義 所說的 居住正義 今天 其他的館市 九十年到九十二年 這家的家都沒有加稅 今天我們台南市有加稅 你要怎麼 適合到我對鄉親的公法 沒辦法 我以為 可以用到南火電 來專理說 用這個可以法夾彎 用政治可以法夾彎 我們聰明 人民的福祉 人民的利益 難道你沒辦法法夾彎嗎 委員 剛剛 我們有討論 就專業到政治了 就是說 房屋水要調不調 要調整多少 這有不動產評議委員會 去做決定 當然決定 做了之後 送來到我吃 我認為這是合理 除了合法也合理 所以我會接受 今天你立議會要求我去推翻 合理的這個不動產評委 可以決定 我給你問看 這就是政治 我給你問看 這都是 這都是你在醫師聽說的 是啊 我沒有半天給你合作 你所說的 這有政治因素概念 所以有人要選立委 或有人要選市長 所以我不得你啦 我市長 六千塊不得不 就範 就是 有你們的刪斷 因為我擔心南華展會受影響 對 那我要請問一下 這兩位是哪兩位 是哪兩位 我想要了解一下 他在最不一樣 我要了解一下 你知道嗎 沒有 你真的 對這兩位的 動作 這麼在意的話 我要拜託這兩位來 拜託一下 南華展 當然 陸議員 我給你問你也沒辦法 所以你連一段 我純粹就沒有 我知道 台南市這裡的民進黨 我現在要跟你回答 都每天幫你報 幫你報到你頭上都會報他 陸議員 剛才你說南華展什麼人 你要用來做 房屋稅 抗議 我現在要跟你說 不是抗議 我跟你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建議兩個拜託 我沒說要跟你抗議 抗議是我抗議就好 我已經 帶鄉親 帶鄉親的去告訴你的市場 去鄉親 去鄉親 拜託一下 工作人 15檔的房子 你不能跟我們動作新房子 你們要不然要給我回應 要不然要怎樣 做一個男人包 花八九萬喔 去解說 我們3D什麼什麼什麼 你們以前都說你們要打房 3D怎麼打房 3D跟打房是抵觸的 可以3D就不能打房 有調整 對房價就有影響 沒有啦 市長 我今天你講這些話 我知道你聽不懂 我也要說有一些鄉親聽 那幾年來 我過去在跟你這順 種植形的過程中 我都希望你能改變 結果你自己門新智慧 你有改變嗎 完全沒有改變 看什麼議題嘛 你現在剛才聽到就是民進黨的議員 每天把你撲到你頭上傾他 這樣 有在這順耶 有在給你感動耶 民進黨的議員 才會沒有 才會沒有 看過信都會給你感動 沒有啦 村人都沒有人在感動 民進黨的議員 都站出來空間 連天都想 對你影響成敗 又不敢說耶 你只知道他對我影響成敗 你不要分化我的感情 我沒有分化 沒有你叫 待會兒有機會 他在議員說 這樣我請貴副議長說看 你不要請 你現在說反執行 現在是我在質詢你耶 不是你在質詢我兩個耶 但是你不應該 他是民進黨的副議長 我是民進黨的市長 你公開在議員說 我兩個感情不要 他對我影響成敗 民進黨的議員 對你很不爽的 都有口難言啦 我跟你說 不然每天大家幫你撲 撲到你頭上傾他 我是要讓你知道 這房屋子 很多鄉親 有話要說 這我都聽到了啦 那當下 你如果 你如果 可以 做回頭 外交彎 這是對你加分的 你也讓我 我代表大南市民 給你拜託一下 謝謝你的資討 這我的資討 是相當好 我希望說 不要一錯再錯啦 所以我今天才會給你問 我一張 那一天看到 說 就因為政治事故 因為政治啊 轉到放在旁邊 因為有人要選立委 有人要選市長 所以 我沒辦法 要選擇 你自己想看看 如果 你如果今天不跟我說 不要緊 事實在你跟我說 我拜託來拜託這兩個 這樣好 你事實在你跟我說 我來拜託這兩個 來拜託 你自己想看看 我站在的是市民的角度 我也是站在市民的角度 你站在市民的角度 為什麼你會跟全國不一樣 你特別又要加稅 有關於這段時間 核災 那個福島 核災影響的食品 進入台灣 我相信你都知道了吧 但是每天每天這樣補 那個嚴重性是 沒話說的 那個 裁委會 議法委員的裁委會 你這位裁法委員嘛 裁法委員裡面有一個裁委會 財政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 他 那個實地的考察 實地的考察 那個輻射食品進口檢驗 確認 確認的一件事 那就是台灣海關 和食藥署 都沒有 輻射物的檢驗設備 都沒有檢驗設備 只能夠抽取極少數 比例的樣品 送到圓人會檢驗 而圓人會目前 只能檢測到 這兩天 這兩天 我們隔壁阿嬤 他要買給孫子 他去包公司買的 他去包公司買的 這都日本的產品 你本的產品差不多 我如果穿上了 他要買給孫子 就買一些孫子 過期都有在吃的 鄉來我問說 那個 君主議員 我要買給孫子 這個有要緊嗎 我說不要贏 因為我給你看看 我給你看看 這裡 一些 這些標籤都在這裡大 標籤機 我們就知道 一台幾千塊就買得到 這沒有寫 哪裡生產的 好像寫日本生產的 孫子都沒有 我請教齁 市長 我從阿嬤問外 這幾個我來問你 我孫吃這個有要緊嗎 市長 你要看看嗎 牧前進口的 都沒有問題 對啦 獨於說六千的政策 我先來看看 你看看 這都是日本的 日本的食品 這裡都沒有什麼 到他進口 你不要看 你看看 你說沒問題 他沒有跟他這裡沒問題 那這又有問題 要怎樣 這都跟他寫日本這個做的 日本這個做的 如果寫下去 有問題什麼人要付這個 三年過兩年末 今天你們如果 越來越吃下去 未來生出來的是 激情額 或者 或者那個 身上 那個健康處的問題 生人 什麼人要付這個 所以目前在市民上 應該都沒有開放 我請教一下 所以目前在市民上 應該都沒有開放 你民進黨會說 日本還沒有開放 不 跟公聽會還沒有過 不得開放 這都在市民買的 這樣要怎樣 這樣要怎樣 這個就是 那意思是說 目前那五個 五個縣市的食品 都還沒有開放進來 你怎麼知道五個縣市 這只有寫日本製造啊 上面有寫啊 這只有寫日本製造啊 他沒有寫哪一個縣市啊 你怎麼知道 有五個 沒有五個啊 這個是餅乾 對 好來 這孩子在吃的嘛 這都孩子在吃餅乾嘛 這餅乾也牛奶的成分嘛 牛仔裡面有沒有浮現 還是那個那個 他的農作物有沒有浮現 這都是餅乾加牛奶的嘛 啊這 我幫你請教啊 阿嬤在跟我問的這些話 我幫你翻問啊 我孫家這個有要緊嗎 你是怎麼把關的 你是我們地方的白無關嘛 問你用什麼方法 你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負責任就跟你問 你跟大家講一下 在媒體上跟大家 我你是用什麼方式 這部分好不好 詳細的程序 我請我們衛生局鄰居長跟你說 沒有啊你是怎麼把關的 你把關程序嘛 把關程序是怎麼把關的 我幫你報告 我如果幫我們台南市民報告 好來 就是說政府是 啊你這我跟你說 這阿嬤的你先吃吃的 阿嬤這阿嬤的東西齁 他們這村子最愛吃的 啊你先先 先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齁 都是 平常 隨手可得 可買的 這些東西 都把這些都做 存的都沒有 日本這座這裡的 好 來 你看一下 這裡都存在日本這座 這裡的 你現在我近視 我看過 我用方達子 我近視 我到日本這座 你看一下 你會叫 日本製造嗎 日本製造 日本製造 我意思是說 你不能叫我跟你說 你等一下叫這個 叫那個衛生局出來回答一下嘛 可議員報告一下 目前我們現在說的五個 包括輔導這五個館期 日本會的確都沒有進來 但是這所有的其他縣市的日本食品 還是有持續進來 那我們是採取源頭管理的制度 那程如議員講的 海關是同一個 你等一下 你講我的市長 聽一下市長啊 你有在聽什麼 我跟你說 你們像你現在說的市長 你有在聽嗎 你車站起來我沒有換給你的人 不好意思 你現在所說的 你採取日本所檢驗入海關嘛 我們現在就說 在這五個館期以外 日本的食品還是有在進台灣嘛 那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它是不是這五個縣市進來的 因為其他縣市進來的 日本食品還是可以進來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標示的部分 如果你看我們前面的新聞稿 我們有說過 其實市品裡面 它就有市品製造 以外 它有什麼管市 但是這個管市 它本來是用代碼 是用代碼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求它說 現在代碼 醫藥哪有這個二壞的問題 這些代碼都要標示 代碼代表 我實在是 我現在就跟你講 件事你聽好嗎 我這些東西 就跟它寫日本製造而已 對 就跟它寫日本製造而已 它基本上它要寫代碼 代碼 這沒有寫什麼代碼 就寫日本製造 啊你像阿嬤一開始知道 什麼叫代碼 阿嬤一開始知道 哪一個縣市 哪一個縣市 日本的哪一個縣市 還是福島耶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今天你身為一個把 我們台南市 市政府身為一個把關的那個 對 我跟你講 那個那個 你現在講的 我跟妳講齁 你怎麼樣把關 我跟妳講 現在跟這個日本的食品齁 百萬公司啦 所有的 包括 很多什麼都問啦 都有幫人去買 它上面都標示的 只有日本製造而已啊 我剛才說 因為這五個關事 目前都沒有名字 一敗 你才知道沒有名字 你賣 他上面都沒有選哪一個縣市進來 你是怎麼把關的啦 好啦 我請教一下 我今天你買的這個東西 真的有要緊 沒有要緊 我們要拿一個檢驗 可以嗎 這個基本上來講 你叫朱董抽驗 抽驗 抽驗啦 我們衛福部 是有源頭管理的 我請教好了 我請教好了 你才有要求我們 衛生局長 對於日本現在的核災 食品 有沒有特別的檢驗啊 因為還沒有開放啊 我實在是有對 你們這個 大家 各位 其實你這個季孫 晚了幾年啊 晚了幾年 什麼意思 因為他已經賣幾年了 我跟你說 滾了年 我跟你說滾了年 美國也沒有進去嘛 那這十四個關的東西 比如說 那個 河島 河島的食品 到東京 再過來 福島 福島到東京再進來 你要怎麼看 你怎麼看 一樣 我台南市 你如果台南市 如果是那個東西 如果是那個東西 如果是有河島的那個 核災的那個問題 這樣就這樣好啊 我把台南市 配去高雄 還是配去嘉義 開始外交出來了 我以為英文啊 這樣你怎麼查出來 我說這個東西 我跟你說 這都影響到我們會一代 你知道現在 我跟你說 因為 蔡原門齁 現在又十隻牛齁 自己拖就拖不回來了 還真的喔 一點齁 我實在是很想不開的 台南市是那個公聽會的第一場 我去那裡空氣 我還沒上人還沒怎麼 我去那裡空氣而已 你 你譴責我 我替老闆 我替選民 替同胞們 把關 你給我譴責 你譴責我說 抗議是錯的 這樣你不是說 董議公那裡核災食品進來 我跟你說 你這點就對了齁 我覺得你這點是不對的 我跟你說 你把那個新聞稿看得清楚 不是市政府幫你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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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市政府發新聞稿的啊 你把他看得清楚 你市政府發新聞稿的啊 你譴責我 當天在 在公聽會裡面抗議 有的人想要聽嘛 沒有啊 你想要聽不然沒關係啊 你不想 想要聽不然沒關係 可是我跟你說 我當天 我當天的理由 你也知道嘛 我當天是 要替 台灣所有的一代 告訴我們這些 同胞把關嘛 不要說這麼偉大 不要說這麼偉大好 這樣好 我替我自己嘛 替我到的人嘛 可以嗎 可以 但是不需要兵度嘛 我還有兵度 我沒有需要 你告訴我齁 我抗議抗議這樣不行 你給我譴責 沒有啦 我說這個會受人民譴責啦 受人民譴責 譴責什麼責啦 啊我 因為這 人家立法院才會不會把關啦 我跟妳說齁 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一個北武官齁 這 龍心啦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今天 你所講的話 我跟妳說 今天 今天你唱 你們過去你們在家裡的時候 連一隻美女 我每次要進來 你就說 如果 為 沒有搞到市民的生命 沒有搞到東方的生命 做東方也沒效 你今天 後來我們支持 你現在 你現在 你以前 你不是說 最有支持專業的標準 你換了位子 就換了腦袋 我跟你說 你現在 現在 地方 中央都是你們在執政 你們 你們 給你們機會 是因為過去 國民黨做了 不好 好就是 沒有受人民所困難 要給你們機會 你們總是不能給你們機會 拿著雞毛 幹論劍 黨都做 無法無天 羅議員 不可以 無法無天 你知道嗎 做什麼要站在老百姓 市民的角度看 看 要站在市民的角度 不是站在你現在 我測試中 只要我喜歡 沒有什麼不可以 我說兩句話 一個就是說 我們一定 我們一定 以安全為保管 我要求 我要求 你要明明 我們的衛生局 看怎麼樣 對我們台南市市民 吃這些日本食物的 有什麼 用什麼 方法把關 讓大家吃出 天空 不要齁 大家吃到 人心惶惶 大家都 連這麼安定 又沒有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台南市就對了齁 不知道要好去好中 最簡單的這個 核安食品 要怎麼把關 看到你們嘛 中央就沒辦法改變嘛 你不要說中央法令啦 台南法要怎麼受改 讓台南的這裡 這裡的人民的這裡 這麼安全嘛 你要說沒關係 讓你說一下 好 簡單說 就是 不管是 這一次 核災地區 非福島以外 四個縣市部分食品的進口 我們會以安全為把關以外 之前 美國牛肉進口 也是秉持同樣的標準 後來因為 當時執政的馬英九政府 公開說要用歐洲 歐盟的標準 民進黨就接受啦 歐盟的標準 民進黨就接受啦 給一分鐘 一分鐘 一分鐘給我一下 我現在 那個市長 我是很負責任的在這裡跟你討論 我要求你拿出方法 你不要再撒到中央他了 中央齁 我就說過 撒鹽問號 現在狠的心啊 直接有一次拖就拖不回來啦 我們現在 你是台南市的北武官 你台南市的市長 你要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方法去把關 我們讓這裡的台南市民 不會去撰到這裡 核災的食品 這樣而已 拿出方法 我要求的是哪裡 具體的方法 可行的方法 這樣好 不要再撒出來了 這個方法都有了嘛 第一 我跟你說我希望說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等一下給記者 問他講 說我的 可行的 具體可行的方法 是什麼方法 說給大家更具體的 讓大家知道 給人民 老市民們 台南市的市民 聽得有 只要說這個東西要買一個 這個東西不買一個 這樣好 目前農委會採取的方法 我認為是有效的啦 好 謝謝魯遠 媛媛 市長 參加不錯 他也參加不錯 你跟大小小子 他都洗什麼 你錢到面前 他也幫你贏 他也對你不錯 大家都不錯 那我們今天總是就在這邊 下午一點半 進行市政預算的審查 三位